面對敏感話題避而不答 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與總統蔡英文 四號上午出席中華民國工商協進會 第二十六屆第二次會員大會 張忠謀要說的就是重新定義全球化 對於張忠謀口中的全球化新定義 認為在不傷害國家安全 以及不傷害科技經濟的領先條件之下 允許本國企業在國外牟利 也允許外國產品服務進入本國 同時他也談到目前美中關係 一定調為競爭與合作 但目前競爭成分高於合作 雙方在晶片產業鏈上 朝向自給自主 張忠謀強調全球化新定義瞬息萬變 認為國家安全和科技經濟領先 重要性已經在全球化之上 只是目前世界現況 因為晶片導致美中關係緊張 中國雖然想自給自足 但就現實面來說難度還是不低 華視新聞才好奇 張道勇 SNG小組 台北報導 嗨!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